婆婆,你怎么把我送给依赖的女子拿回来了 她牙都掉光了,会吃什么啊,简直就是浪费 婆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依赖皮子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拿给我们 可我们又给过她什么呢 关我什么事啊,是她自己心安情愿拿给我们吧 我也没逼她 婆婆,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让女生往来才能长久 你少和我才这些 你还没救命我的同意就往家里面的女子去送人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婆婆,家里面这么多女子我们又吃不完 拿给别人吃准备了放在家里面坏了好吧 我宁愿让她放坏,不允许你私自来就送给别人 这个家还没能让你来做做 那你怎么不想象一类竞争拿东西给我们的时候 总不能让人家一味的付出吧 我们自己良心都过意不去 良心过不去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拿她东西啊,是给她面子 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 明明是自己做错事情了,还有这么多歪道理 有本事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告诉你小木马,不怕我做什么事情都能不能让你来说三道事 婆婆,你能不能请讲道理啊 为什么这里演你,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呢 姐,你在这个家一天,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梦马,这里是怎么弄得到处都是啊 真正不远就被我碰倒了 那我来帮忙你一起捡吧 没事的,都被我捡完了 行嘛,我们家一米熟了 走,我们去摔点回来吃啊 好啊,那我们走吧 嗯 我还要当为你死伤 我的心里 好,哎,孟马,今天我去见你了 她叫我们以后别了东西,别好了是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因为今天早上的那个事情吧 早上的什么事啊 今天早上我拿了一点米子去给姨来吃 然后婆婆又去拿回来了 姨娘她怎么能这样啊 姨娘现在心里面应该很难受吧 等一下我们再玩一米 我们去给姨娘说一下 叫她别往心里去 姨娘做事情啊,有时候真的太过分了 是啊,我们说了她又不听 总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 哎,有时候真的是麻她没办法 好了,不是她了 玉米也做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再点小瓜 嗯 后来,你慢一点 好 小黄儿,你弄这么多吃米干嘛 我不啊,我问来泡点酒 泡酒,你泡来给谁喝啊 小沙叫我先泡饭子 有朋友来我们家玩的时候好糟糕 还招待人家 还招待人家 我发现你那心眼啊,怎么这么坏 婆婆,我泡点酒你就说我心眼坏啊 我一天怎么做什么你都有说的 我儿子本来就喝不了酒 你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但只是偶尔喝一点点 又不是天天喝 你还敢顶嘴,我让你泡 婆婆,你不高兴能不能不要乱提东西啊 这些可都是我们心里苦苦去摘回来的 关我什么事啊,又不是我辛苦 谁叫你想泡这些泡酒来害我儿子啊 你能不能讲道理啊 你不让我泡我可以不怕 但你没必要这样子吧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刚刚不是爱你人心上的跟我顶嘴吗 你一天除了乱砸东西乱发脾气还能干嘛 就不能好好说吗 你还长脾气了是吧 你是不是想欺负我啊 你们住住在干嘛 怎么在赤梨那里满地都是啊 能干嘛 要不是我带着你竹子啊 你这个好习惯 要拿那个赤梨来泡一大挂酒来害你 是我叫梦伦泡的 你怎么老是应该故意找到点茶嘛 你看那个赤梨被你找到双醉都是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一天天的就不懂我的两股用心 妈,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自己解决 你就不要插手了嘛 乖你的,不听老人眼,吃亏在眼前 到时候有你哭的时候 梦伦,你就别剪了,待会我来剪 没事啊 哎呀,就你别剪,你就别剪了嘛 你跟他去找点花花生去给你来吃 行吗 梦伦,我觉得我们家这个黄瓜长得挺好的 为什么就是卖不了价格呢 哎,我也不知道 去年都能卖两三公元一斤 今年只能卖三毛 我怀疑是今年种的人家多 那些老板故意把价格押下来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呀 今年这些黄瓜肯定是亏了的 我们看看一点,没关系的 等过段时间把这些黄瓜拆了 重新做点豌豆店,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但愿吧,只是可惜了这些黄瓜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有亏有赚 我相信黄天不负有心人 黄姐差不多了,我们拿去给你来吧 好,趁现在还在 我们刚好可以去陪他聊聊天 嗯,那我们走吧 小猫来了,小猫来了 我说你哪在书都被你听了 何不啊,我又怎么遮扰你了 昨天晚上下这么大的雨 你也不把我鞋子收了 现在都连死了 你叫我怎么穿 我哪知道 昨天晚上大半夜乘下的雨 我们都睡着了 睡着睡,整天就知道睡 你是猪啊 何不啊,你的鞋子被雨淋伤了 你找我发什么脾气吗 总是无理其乐 无理其乐,谁无理其乐了 还不是因为你没给我收 才被连成这个样子的 你自己的鞋子你不会自己收啊 整天什么大事想说都要来怪我 我不怪你怪谁 你看看谁家儿媳妇像你一样 我是不像谁家儿媳妇 但谁家不会又像你一样吗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 反正今天我不管 你自己想办法给我混干 我马上就要穿 你另外找一双穿不行吗 非得穿这双啊 你这不是故意丢难我吗 丢难,丢难你怎么了 你又来帮我怎么着 你这个少把戏 简直是不可领域 你给我回来把鞋子混干 莫玛,你都准备做饭了 嗯,这不是都到饭点了吗 我来做吧 小发发还在地里干活 这个雨一块大一块小的 你去给他送把闪吧 待会您感冒了不好 好,我都搞忘记了 我现在就去 快去吧 这个天马上又要下雨了 嗯 小发 小发 你怎么来了 这个天可能等会要下大雨 你也知道要下大雨啊 那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把后面这里弄完我就回去了 改天再来弄嘛 又不急这一会儿 你看那边乌云都来了 没事的,这黄瓜就走出来了 这不好打你啊 过了时间长的肯定不高 走啦 这地里面这么滑 等一下睡到哪里又不好 不行,没多少呢 我把它弄完,你先回去 好吧,那我去上面挣两个黄瓜等你 小发,雨下大了 走我们先回去吧 行,来了来了 小发,你提个桶要去哪里啊 我拿去打点菜油 送给给你妈他们吃 那这个桶这么脏 你怎么也不知道洗一下 没事,里面又不脏 就是这外面有些油垢而已 我看你就是懒 拿过来我来洗 这油垢怎么厚 应该是洗不干净了 何必浪费时间呢 这你就别管了 我这有办法,给我 行嘛,那你搞快一点 等会太晚了 知道啦 知道啦 小二们,看一下 这个桶上全是成年累积的油垢 用普通的洗净是洗不干净的 今天我们就用这款油无尽来洗 来,我们先把它喷上去 现在喷完了,然后啊,我们等它瓦解五分钟 好啦,现在五分钟已经到了 由于啊,这个油无比较重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搓一下 现在呢,也沖的差不多了 咱们呢,用这个清水把它沖一下 看,是不是洗的干干净净的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今天这款油无尽 二十九块九给大家发六瓶 有需要的去小发小黄色拍一张哦 小发,你看,写的干不干净 呦,可以啊,还有两码刷子的嘛 别油嘴滑舌的啦,走,和你去 好 妈 咦,妈,小发,你没过来啊 啊,妈,这是我们刚才的菜 有哪里过来给你们吃啊 那不得不得了嘛,怎么那么那么大 没事的,拿棒子慢慢吃嘛 妈 吃了,妈也吃过你们了 你家人说这些干嘛 对了,妈,对了 爸爸,你没什么啊 你没钱走吧,我把妈妈说 好,那我们先去和水玩啦 妹妹,快看,爸爸给你们拿什么 行不行啊 是,你看 你玩一下 把电锯 不想,不想,又想感动 小发,你今天和我去一趟娘家嘛 去那你干嘛 今天我爸把电话来说 他要去外面待一段时间 可能要半年才回来 叫我们回去吃顿饭 可是今天我们有时间 地里面还有那么多火 要不你自己去吧 行嘛 那我就先去干活了啊 好 小母奶,你提了这么多鸡蛋要去哪里啊 婆婆,我要拿去给我爸妈他们吃 他们在城里面不可以自己去买啊 我爸他喜欢吃农村的这种土鸡蛋 今天他刚好要出门 我拿点给他带去外面吃 他拿钱没有吗 这么多鸡蛋啊 最起码也要买几十块钱 婆婆,你怎么老是这样啊 一家人谁吃不是吃嘛 天底下妈有免费的午餐啊 今天不拿钱心想拿走 行啊,我不想和你争论 晚上回来我拿钱给你 这还差不多 回来的时候 今天从你妈那里拿点护骨饼 回来给我用 听到没有 我兵什么要给你拿 你连几个鸡都使不着拿给他们吃 还好意思叫我拿护骨饼给你 咦,什么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拿不拿 我不拿 你 有时些 花角落的季节 生日在 哎,妈 我爸呢 他打花点树怎么没走这走嘞 啊 怎么都不提前给我说啊 我还拿他最喜欢吃的土鸡蛋呢 他也没说到话 那样子 刚好有时前面就提前走啊 那算啊 这个鸡蛋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你我留下 你到底要不要 谢谢我妈 我这个吃了这个 不用了 我等会还要回去呢 哦对了妈 瑞瑞呢 妈,乔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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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找她玩一会儿 瑞瑞你在这里玩什么呀 来吧妈爸 哎呦哎呦